那有什么办法呢 眼泪往肚里吞了 我为国家到那边去吃苦几十年 回来以后不问不问 不管 字幕生路 情报局里讲你为什么不死 你死了不就没事了吗 我今天天气真好 天气好 明天就不去了 阳光下紧紧牵着老伴的手 看似惬意的生活 对马祖勋而言确实得来不易 八十九岁的他 一九三五年生于山东日照 祖父经商 家境富裕 不料十岁时遇上了八路军斗争 全家只好逃难到青岛 寄居亲戚家 党是不知道国民党共产党 只知道八路 八路来了就兜地住 坟地 坟他家里的东西 赶出门 所以命不了生 不光有钱的人跑出去了 是没有钱的人也跑出去了 一九四八年 马祖勋小学毕业进入青岛临时中学 隔年夏天共军渡江 战乱中学校决定南迁 他和二哥也被编入济南第一连中 成为流亡学生 先到杭州 到了杭州没有车 只要有车的话 就是军队站在那等了一两天 有一辆车子 最后运势我们上 我们没有到车厢里边 就在车厢上 把自己的面背啊背包都坐在底下 两人背靠背 面对之外 寺院下心了 正是宅阳的季节 那个时候中下小冒冒鱼 那上头很惨啊 跟着学校 一行人从青岛出发 行进杭州 南昌 衡阳 再到广州 超过两千公里的路程 漫长艰辛 不仅居无定所 也难以温饱 但再苦再累 马祖勋都很珍惜 读书的机会 货车站的藏库里 都是空的藏库 就开课了 就读书 一点也不麻烦 我们学习都很勇工 学校就是一天吃两菜嘛 光有米饭吃了 没有菜了 菜就是萝卜杆 生活很苦 1949年7月 马祖勋随着学校 到了澎湖 适逢713事件隔天 澎湖防卫司令部 强迫学生当兵 他的二哥因此加入军队 自己则因年纪小 逃过一劫 只是读书不到半年 校方就要求他们 学习摩斯密码 表现出色的马祖勋 因而被选中 接受无线电通讯的特殊训练 16岁的他就此从军 也为日后的遭遇埋下伏笔 这个校长黎真卿就点名 点出来20个人 他就说这些都是好学生 我送他们到台湾去神造 再就去了到了台湾 就进了情职人员里 端期训练吧 接训后 马祖勋成为情职人员 被派到万华保密局工作 不久便接到命令 要去大陆执行秘密任务 尽管危险 但他已经做好最坏的打算 一般说进来要派出去 活着回来的少 当时我们的脑子的印象 都是这个样子 不称功便称人 既不称功也不称人的 回来了 没有好果子吃了 1952年 包含马祖勋在内 共20名特工 被秘密载运到甘肃省南部的朗牧寺 17岁的他只会通训 没受过任何训练也不会跳伞 只能硬着头皮跳下飞机 那没办法 就是去死吧 脑子里印象就是去死了 因为一手夫婿的人 没关系了 我死了以后 我哥哥能得到一笔钱 就有这样的思想 也不害怕 那你怎么着陆的 这种发生就着陆的就是了 当时中国已经有共产党统治 只剩下少数的反共救国军 还留在边疆地区 以游击队的形式骚扰共军 马祖勋的任务 就是负责各个游击队之间的通讯 但抵达之后 他才发现自己毫无用武之地 他们牛逼这么吹的 说这里有无钱器兵 拿来的无钱 连无本也没有 连二本屋也没有 保密局被底下的人骗掉了 所以派了这么多的点菜人员来 由于人数过少 马祖勋后来被派到少数民族组成的 骑兵大队 跟着萨拉族过了半年生活 期间除了要提防解放军空袭 几乎没什么机会执行任务 把我派到第三骑兵大队里 当制导员 没有也是制导员 没有给点台 我就在那里边给他们归宽 1953年2月 马祖勋在一次急行军途中 遭遇共军炮火 当时他催马突围不成 最终竟遭到俘虏 被共军俘虏后 马祖勋被押到兰州监所四个月 之后又以往西安关了四年 虽然没遭行囚 却难逃思想改造 审讯过程中 马祖勋有问必答 为了生存 他采取配合的态度 反正就顺从了 一切也服从了 他们叫我们怎么 真的就是真的 假的就是假的 没有的事情就不知道 我那时候想啊 万一将来被墙壁 总要出一个告示 这个告示会 一个一个往外传 也许将来能传到 我的家的人的耳朵里去 1957年3月 22岁的马祖勋 由于没有实际执行情报工作 与其他五位通讯人员 被无罪释放 其余特工 有十人牺牲 四人遭到判刑 可以在大陆重获自由 他十分感激 只是搞电台 实际上都没有做电台 没有杀过人 没有放过祸 也没有出息骚扰 所以我们就释放 获释后 法院不但给回家的路费 还让他跟家人通信 于是 离乡多年的马祖勋 终于在上海 与家人团聚 至于台湾的一切 他只能抛诸脑后 台湾的人 事 物 全部都不想了 我现在就是这边的人 我重新做人了 我要好好的 在劳动中 改造自己 现在政府把我放出来 叫群终监督 没有把我放到 劳改队里边 这是宽大的 非常感谢政府 在那之后 马祖勋到了安徽朝鲜的 园艺厂 从事苗圃育种工作 在这里 没人知道他的过往 尽管辛苦 但日子总算安定了下来 其间也娶妻生子 迎来生命的甘霖 然而世事难料 1966年 中国爆发文化大革命 随之而来的斗争 让曾是特工身份的他 遭到起底 也毁了平静生活 戴着个大高帽子 用保质户的 上到一些国民装空降特务 挂着一幕 打一个大纸牌子 你又接啊 我那老老实实的 你叫我跪 你叫我磕头 我就磕头 你叫我躲下 我就躲下 你叫我这样的 我是这样的 这个时候 我太太给我离婚了 带着小孩走了 这场斗争 毁了马祖勋的家庭 在那之后 他忍辱度日 持续在苗厂工作十多年 直到两岸开放后 位于台湾的二哥前来探亲 他的人生再度出现转折 他人可以办过去 回去的生活会比这边好一些 你想离开大陆 真是因为生活太苦吗 是 生活苦啊 这边很好啊 原来当时规定 1949年国民政府迁台后 应作战或执行特种任务 被俘的前国军官兵 都可以申请来台定居 在二哥的协助下 1991年9月 56岁的马祖勋再度回到台湾 并恢复了国籍 但却无法享有军人的待遇 这些情报局不给我办 说句虚话 猪八戒找镜子 离外都不是人 我在那边不是个好人 在这边也是情报局里讲 你为什么不死啊 你死了不就没事了吗 也不成功也没成人 你就这样回来了 还是共产党也没有判你徒刑 你判当判国 我眼泪往肚里吞了 我得行在这个学啊 但是没有办法 怎么办 不甘心的马祖勋 前后花了两年时间 终于争取到荣民身份 之后他到医院当看护工 努力工作 寄钱给大陆的儿子买房 同时也没开二度 与来自对岸的王绍芬结婚 两人是儿时旧事 对于马祖勋的遭遇 女方十分同情 我也很同情她 这段她的经历 也好像就回了她的人生 如果不是这样 她要继续上学 干什么 身到各方面 她很有才华 我结婚三年 我的那个前夫就走掉了 等到91年我儿子结婚了 93年我们就在一起了 她等了我20年 1999年 马祖勋和太太 住进桃园荣民之家 由于女方患有眼疾 几乎看不见 她总是寸步不离 朝夕相伴 15岁就成为流亡学生 到了台湾后又成为特工 在两岸之间辗转流离 一辈子在夹缝中求生 命运无情 她只能乐观一对 我可以说是几十年 出人吃饭的时候 就其他的乱七八糟的想法 是没有不行 我还看得看 不要一想那些东西 就转了流着街 转了流着街 就会发展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